高三女生因脚步骨折 无法长时间站立 便询问一人站两座的大妈 能不能让个座给她 不料遭到大妈的辱骂跟歧视 大妈表示 像女生那副样子根本不配坐 连跟自己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似乎是觉得不够解气 大妈直接从座位站起来 一把将本来就受伤的女生 给推倒在地 紧接着对女生大打出手 跟大妈一块同行的 还有一名男子 两人合伙陆队女生 见争执不过 女生便出声警告 如果在这样站作辱骂人 就录视频发微博曝光 听到这 大妈立马急了眼 再一次冲过来 对着才刚爬起来的女生 就一顿殴打 扇打脸 拽头发 挖胳膊 甚至还将女生的手机摔在地上 一脚踩下去 眼界事情越发不可收拾 车上乘客开始拉架倦架 大家看在眼里 听在耳立 自然引起了一撤人的功分 见所有人都在维护女生 打人夫妇便想下车 不料遭到车上乘客的拒绝 纷纷喊话司机不要开门 随后 女生报了警 待民警赶到现场时 不料大妈本性不改 当着民警的面 更是嚣张跋扈